咱们中国最早从事间谍活动的案例 还得从夏朝的第三位君主 泰康说起 这泰康是夏旗的儿子 大禹的孙子 照着说 祖辈英雄 老子好汉 作为他们俩的后人 怎么也差不了哪里去吧 没想到正好相反 这泰康继位之后 不仅不理国事 还过度沉迷围猎 荒淫无度 结果就是政权落入他人之手 直到后来 夏朝王室的后裔 邵康长大之后 才重新夺回了自己家的天下 这邵康有雄才大略 为了刺探敌人的底气 就派出了一位叫爱的女将军 艾草的爱 到敌方去做间谍 于是女爱就乔装打扮 来到敌人身边 一边打探消息了解民情 一边又偷偷地为邵康传递情报 在女爱的理应外合之下 邵康顺利复国 女爱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间谍 那说了女爱的故事 估计很多人觉得很意外 没想到 这最早的间谍居然是个女的 毕竟在古代 间谍多用于军事行动当中 从事的也多是传递情报 军事破坏 甚至暗杀等高危险任务 说起来 那可是天天生活在看不见的刀光剑影之中 但实际上 这事在当时并不新鲜 因为在夏商时期 女性也是可以领兵作战成为将领的 像商朝的富豪 多次参与平定鬼方 枪方 土方等地 是典型的女中豪杰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 当将军都游刃有余 那做间谍自然不在话下了 好 说的这么多 那么在古代 究竟什么人才能成为间谍呢 其实自古以来 间谍的叫法有很多 比如叫 见者 谍人 谍者 弃作 探子等等 称呼 堪称五花八门 而孙子兵法中 又将间谍分为 乡建 乡村的乡汉 敌人的同乡的意思 以及内建 到敌国当官吏 反建 收买敌人的间谍 死建 向敌人散布谣言 失败后 间谍避死 和最后一个 生建 就是能活着回来的 间谍五种 但不管间谍 称呼和种类如何变化 挑选间谍的标准 却是万变不离其宗 概括起来 就是要 聪明 勇敢 仁义 这说起仁义 就不得不提 另一位优秀的 间谍代表 苏秦了 苏秦 大家伙并不陌生 是战国时期 著名的外交家 和谋略家 鬼谷子的徒弟 据史料记载 苏秦为了辅佐燕国 曾前往当时的 东方大国齐国 开启了长达 16年的间谍生涯 苏秦在齐国 身受齐王的赏识 没多久 就当下了城下 在这段时间里 他不仅阻止了 齐王北伐燕国的决定 甚至还成功的煽动了齐王 主动攻打宋国 而当时的宋国 虽然只是一个三流小国 但经济十分繁荣 再加上地处大国 夹缝之中 可以说对各个国家来说 那都是缓冲地带 和一个有力的制衡 像当时强大的秦国 对宋国就是悄悄咽口水 但没想到 就是这么一个地方 特殊的存在 偏偏齐国胆大包天 竟然在苏秦的不断忽悠下 直接出兵 把他给灭了 这下 齐国是一时激起千层了 很快就在各国之间 混不下去了 燕国见此时机 便趁机联合 韩赵魏秦四国 大举攻齐 接连又攻占了 齐国的七十多个城池 此时的燕王 眼瞅着就要被灭国了 才慢慢地反应过来 原来自己的丞相 竟然一直是燕国派来的间谍 一怒之下 就把苏秦给咔嚓了 苏秦就是史上死见的代表 要说苏秦是用生命做间谍 这话一点都没错 但话要说回来 并不是所有的间谍工作 都需要靠真身肉搏 苏瓦说得好 公寓善骑士必先立其器 老祖租们也早就意识到这一点 于是干脆直接捣鼓出了 间谍工具四件套 用来协助间谍工作的顺利进行 这四件套里最厉害的一件 叫做听嗡 嗡就是肚子大 口比较小的一种容器 在嗡口蒙上一层 薄薄的皮革埋入土中 侦测情报时 只需侧耳浮在上面 就能很清晰地听到周边的声音 据说清末的曾国权率领乡军 攻打太平天国所占领的天津时 城内的太平军就是在城墙下 埋设了这种听嗡来侦探乡军的动静 所以说听嗡算得上是 现代窃听器出现以前 最有效的一种窃听工具了 那除了获取情报的窃听装备 四件套里还有专门来秘密书写的玩意儿 让字隐身的密写装备明凡水 就是用明凡制作出一种特殊的墨水 古代人虽然不懂化学 但他们通过大量实践研究表明 用明凡水书写的文字 纸干之后字迹就消失无踪 唯有用水浸湿字迹才会浮现 间谍四件套 还有一个是军事密码和加密装备音符 音符就类似于古代的兵符一样 把音符分成两半 使用时双方各置一半 以验真假 而且音符依长短不同 代表不同的情报内涵 上面也没有文字 即便敌人缴获已无法破译 与音符配合使用的就是音书 把一份完整的情报分成三份 分别送出 而在此基础上 聪明的古人又发明了代号暗号 字验等间谍手段 其中的字验就是与现代密码原理非常接近的一种 不过它是以汉字来替代阿拉伯数字 据五经总要前期记载 宋朝时官方便将常用的四十个军事短语 分别用四十个字来替代 然后编出一首四十个字的诗 作为密码本来使用